如何做愤怒的小鸟手机套 相信没有几个人不知道愤怒的小鸟这款游戏了吧 这款游戏讲述的是为了报复偷走鸟蛋的绿皮猪们 鸟儿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 仿佛炮弹一样去攻击绿皮猪们的堡垒 十分有趣 今天几分钟网就来教你做一个愤怒的小鸟手机套 你将需要大红色、深红色、米白色、黑色、白色、黄色、褐织布各一块 针线、剪刀、纸、笔、按扣、胶水 第一步在纸上画出红鸟手机套的草图 第二步在布织布上按照剪好的草图秒画下来 将部件一一剪下 分别是四片大红色的身体 一片米白色的肚子 一片黑色的眼部阴影 一片黑色眉毛 两片白眼球 两片黑眼珠 一片黑色嘴部阴影 两片黄色嘴巴 一片褐色舌头 六片深红色斑点 第三步 将两片黄色的嘴巴用胶水念到黑色的嘴部阴影上 再把褐色的舌头念到嘴巴中间的位置 第四步 再将黑眼珠念到白眼球上 完成小鸟的眼睛 第六步 将眼睛和眉毛黏到身体上 8片黑眼睛 移軜、侧阳中间的谜色 低压房 在眼睛的两边捏上斑点 第七步 用回针法缝住小鸟头顶的羽毛 提示 回针法详见几分钟视频 针法教程之回针法 第八步 将四片红色的身体和白色的肚子叠放整齐 用锁边法将五片部分合 粉到开口处为止 提示 锁边法 表现几分钟视频 针法教程之锁边法 第九步 从黑色的布织布上剪下两条长条 修剪成圆角 作为搭扣 用平针法 秀出装饰线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向后 在下方 提示 平针法 详见几分钟视频 针法教程之后 完成之平针法 以十步,把一个按扣分到搭扣上 十一步,将搭扣分到前两片大红色部中间 将另一个按扣分到后片上 十二步,将前两片身体缝合 再将后两片身体缝合 十三步,最后将手机放进去 按上按扣就完成了 你知道吗? 愤怒的小鸟已经出了四款季节版 万圣节版 圣诞版 情人节版 三叶草版 每个版本都针对季节 重新设置新的关卡和新的场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